自秦始皇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 并首次以皇帝自称之后 出现过多次的王朝更迭 诞生了400多位皇帝 尽管他们贵为皇帝 却很难做到十全十美 总会有被人诟病的地方 不过凡事都有个例外 在这众多的皇帝中 还真有那么一位 堪称是中国历史上 唯一一个没有差评的皇帝 连诸葛亮都对他赞不绝口 这位皇帝就是东汉建立者 汉光武帝刘秀 据实载 他是汉高主刘邦的九十孙 出自汉井弟子长沙定王流发一脉 新汉建平二年 即公元前五年 刘秀生于陈刘骏寄阳宫 师逢王莽 串列新朝道行逆施 天下大乱 此后刘秀先是跟随刘延 启平南阳郡 在与更使政权决裂以后 开始自己单干 在经过长达十二年的东汉统一战争后 陆续消灭河北 关东 龙幼 西蜀等地的割据势力 最终结束了农民战争 军阀混战 与地方割据局面 众所周知 历史上很多开国皇帝得到江山之后 在处理开国功臣的时候都难免灾染血腥 甚至连刘邦 朱元璋这样有名的皇帝 都在历史上留下了诛杀功臣的恶评 而汉光武帝却采取了与他们截然不同的做法 刘秀并没有举起屠刀 反而赐予了很多重量级的开国元勋 以高决和厚赏 甚至还有特进 草寝之类的荣誉性特权 当然一碗水不可能完全端平 也有一些功臣被刘秀 劝退出了国家权力中枢 不再参与国家管理 不得不说历史上能够做到优待功臣 而达到君臣相恩者 唯有刘秀这一位皇帝 所以才会有诗人发出了三代以下 君臣交尽其美 为东汉为盛的感慨 由此不难看出 退功臣而尽文利 是刘秀为调整国家统治权力结构 强化权权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也正是通过这项措施 刘秀最终实现了向文字的转变 从而确立了一整套以文官为中心的体制 这也是他给后世留下的一笔宝贵财富 当然刘秀除了以柔道治国外 同样还以铁腕之力 无论是掌权的尚书 还是虚伪的三公 一旦有过错或者不合皇帝心意 往往会受到严惩 刘秀这种刚柔并济的政治风格 一直延续到后来的明帝 藏地时期 前后数十年 开创了东汉历史上最值得称道的 励志清明时代 对于刘秀的中兴业绩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 赞其为光武彻律深远 有杜贱驱突之名 近人袁三松认为他兼具汉高祖之气度 汉文帝之仁爱 汉宣帝之明察 因此才能立国称帝 你对汉光武帝刘秀的评价是怎样呢 欢迎留言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